就我打得多 而且我还会做呢 下一位 听鸣鼓说 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 是啊 鼓子做牛肉 鼓子做鱼 下一位 你会做什么菜啊 让他们都撤了吗 那一个更不好的 好 记下来 依我看 你就很不错 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 我们两个 有一个回就可以了 米鼓 姑姑 太子殿下要哪一看 他一个也没看上 让他们都散了吗 这 这就撤了 不过 散了吧 散了吧 好 好 走 好 走 那我带小天孙 去划船了 走 来 嗯 浅浅 陪我去散散步 你这般疲累 一堂花都是自生自灭 却也能养出天然雕质的血液 丝毫无比天宫摇指的差 真是难得 哪里 老爷 我只是虎野池子 怎跟你的摇池比 你们那摇池数万年来 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算诗 被千万人赞叹 你想去看看吗 看什么 九重厅 摇池 有机会吧 按倩倩你所说的 你从未去过天宫 难道不好奇吗 这四海八荒 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 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 我岂不累死 你看那昆仑须也是四海闻名 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 你可以仰慕昆仑须 坏了 我没事提什么昆仑须啊 我没事提什么 你 不会 你为什么能让你打开 你会拿出来 我没事 荫子 我都不需要 你为什么 我已经有途 Sing to you 我 你为什么 你们 新人 我 那姑姑的意思是 请她进来吧 是 姑姑怎么说 姑姑说让你进去 少亲 我若是你 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 最后一次 此事过后 少先绝不踏入青丘半步 姑姑 姑姑 你带着阿里先去玩玩 小天下 来 你既来找我 一定已经想清楚 问我要什么了 叶华君不是外人 你说吧 姑姑 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珍 救你的孩儿 前几日天君受淡 军上带元珍备了贺礼 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 谁曾想 夜里元珍误闯了喜吴宫 险些 险些调戏了喜吴宫的宿锦侧妃 调戏了宿锦 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 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 可元珍却在最后关头 杀住了脚 但是却惊动了天君 天君震怒异常 立即着捆线索捆了元珍 并下旨 命他献烦历劫六十年 六十年后 方可重裂先本 这调戏未遂来说 这处罚确实重了些 元珍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 走在路上 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 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 可是 他毕竟调戏了 叶华君的侧妃 不必做我的仁卿 元珍那回事 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 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 我没有侧妃 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得重了 恳请姑姑 下凡救他一命 他不过是下凡立个节 六十年后又能重回先般 何来救他一命 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 在元珍十八岁上 会有一个大劫 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 绍兴不忍心看着他 这样备受煎熬 所以恳请姑姑 帮他把这劫术度化了 让他平平安地度过这一生 所以 你来找我 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 是 绍兴不敢求姑姑 去求情免了这罪责 只求姑姑悄悄地 帮一帮元珍 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 托得倒是很有头脑 你知道就算是我改了元珍的气运 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 是吧 绍兴知道 这四海八荒之内 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 好 我答应你 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 但是事成之后 你我主仆勤奋就算是尽了 你与我青秋白浅 再无任何瓜葛 你与我 绍兴 谢姑姑成全 怎么啦 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 他们都笑我是小巴蛇 不配在狐狸洞 伺候青丘女君 你也太没出息了 小时候谁敢欺负我 我就把她打得 连家门都不认识 这个呢叫破云扇 是天宫领宝天尊送我的 送给你 领宝天尊送的 太过重了 尚心不能收 你就收下吧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 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 这个扇子可厉害了 以后谁敢欺负你 你就用这扇子 将它删除青丘 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 送给你了 谢谢狐狐 来带来 Dank 我来带来 奖 我来带来 拍 passionate anner 我 我 姑姑方才为何说 绍心将此事托付给你 还托付得很有头脑 偷听了啊 我是想听听 这个不顾主仆情义 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 又是怎样 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 九重天上呢 是个神仙 都有篡改凡人气韵的本事 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 就算有这个本事 也毫无用武之地 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 有一箩筐了 一分也没有兑换 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 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将这招小事胡伦了 所以呀 此时有我出面最好 这个小八舌 可真是机关算尽了 他呀聪明一点也好 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 此事简单 办完了 也算跟他断个干净 看来 我要到东华帝君坐下 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 看看那元真十八岁立的 是什么姐 哪个时辰哪个日子 如何映到人身上 司命星君脾气古怪 他手上那个欺韵步子 连天君都不能接来看一看 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 怕会有些困难 那该怎么办呀 所幸 敦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 若是我去替你要 会有些方便 真的 你可以帮我要到吗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啊 去凡间时 将自己的法力封了 封印法力 修改七遇 本就是你天的事 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七遇 就会用多少法力 反噬到你身上 天倩 你虽是上身 但被这么反噬几次 也十分严重 万一到时 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 那该怎么办 继任天后 你忘了 你迟早有一天要加入西游宫的 即任天君天后之位 匕首八十一道荒火九道天雷 若你再被法力反噬 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 好 好 我答应你就是 不过 你我尚未成亲 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 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 也就谈不上八十一道荒火九道天雷 怎么 我说的 有何不妥 清清 你可是在贵国没有早日向你提起吗 若在三万年前我便娶了你 就没有近日这个担心了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 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 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 叶华君不如早日帮我 把这事办了 我好去替那元甄妒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